第三個重點 老法師說 其有稱行惡事 經文裡面講 其有稱行惡事 老法師說哪一個人沒有照過惡呢 也就是說哪一個人沒有迷惑顛倒過呢 哪一個人沒有迷思過呢 我們在過濟世 在今世 在今生 也都曾經做過習以多多的惡事啊 為什麼會做惡事 因為沒有人教嘛 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嘛 不了解這個真理嘛 所以才造惡啊 但是造惡如果你能夠悔改 聖人告訴我們 人會盛賢 食人無垢 過能改 山莫大焉 所以有垢不怕 貴在能改 老法師特別記 關無量受佛金裡面的阿瑟士王 他不孝順父母 他把他的父親 貧婆蘇羅王 關在大牢裡面 準備讓他活活的餓死 他那母親 尾提西夫人 就身上屠蜜 進大牢 來救這個阿瑟士王的父親 貧婆蘇羅王 所以阿瑟士王 他算是殺父殺母 這個造五逆罪 但是他最後呢 他也生了重病 非常嚴重的重病 幾乎都快死掉了 後來向佛陀懺悔 向佛陀懺悔 那懺悔既精進 阿瑟士王後來佛陀教他煉佛 阿瑟士王後來 往生西方集結世界 他的品位是什麼呢 他的品位是上品終身 上品終身 他說我們想都沒想到 在大藏經裡面 有一部呢 叫阿瑟士王經 所以老法是說阿瑟士王就是我們一個很好的榜樣 極重的罪業都能夠往生 問題是你要真正的懺悔 要真正的改過 從內心改過 知道自己錯了 往後永遠不再犯這個錯 這樣才能往生